我这个就算我 我也补奶的 你写个你 你有奶家吗你 敢要吗 这玩意 反正这玩意 相亲现场秒边大行任亲 大妈刚上场就给大爷整蒙圈 好家伙这要是取家来 这不是个毛坑里打手电 着使的吗 大爷的目标可是活到九十岁 这影响寿命的婚姻可不能要啊 今天来相亲的是这位六十六岁的王云华大妈 别看大妈已经古籍之年 和寻爱的心却丝毫不属小年轻 素质差那样的没有修养 我是还受不了 咋回事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 大妈直言播出时把这段掐掉 毕竟这把年纪还得要脸啊 王大妈究竟想要个啥样的老伴呢 相啊算相啊 那啥样算相中啊 你看介绍来了您未相中 你说 你得说一说 问啥你又不说 就让红娘看着找 今天的红娘也真不容易啊 这给人介绍对象还得看面猜心呢 没办法节目组结了活就要好着 再去大爷家的路上 王大妈讲出了她的感情经历 第一段婚姻感情不合还被暴揍 我俩性质不合 她有点太粗辱啊 有时候就讲话 也不能说什么不过离婚呢 不 18岁和第一任丈夫结婚 该说不说这大妈是真抗揍啊 忍到了48岁 结果还是被前夫甩了 本以为第二任丈夫是救赎物 结果天总不遂人怨 莫过三年她就撒手人寰了 但是受过伤的人总想着寻求安慰 她还是被孤独寂寞打败了 接下来登场的是刘大爷 刘军66岁 公务员退休年收入6万元 这边刚坐下就落起大妈的情感经历 结婚早是不是 跟那个老伴过了三十年 嗯 正好三十年 那个老伴怎么去了 就离了 我这个就算我 哎呀 姑奶奶 你觉得你 你不好 是不是 你有两家子 吓得大爷直上姑奶奶 好家伙你这是三进宫啊 老婆子命还挺硬 接下来王大妈的一句话 可给刘大爷吓坏了 大妈你这笑的 大爷心里直发毛啊 刘大爷只好露出礼貌 不是尴尬的微笑 没看出来都不开心了 大妈还没眼力架的 在这一个劲儿是她 现在都长孝了 六十岁都长四十岁 那么年轻活不乱跳的 那我看心得下 那也出不了一块 能够出了一块呢 我看也只定住不到一几句 成是老头只能 手机也不会用 刘大爷除了吃饭上厕所 基本上多一步都不带动换的 我现在吃两顿 吃两顿 这可真是懒懒妈 给懒懒开门 懒到家了 不过瞅着这老头还挺老实 大妈就准备问问 对方能不能相忠自己 想跳车上来 那谁啊 这不是说吗 跳什么样呢 主要是就看人嘛 别的那是经济条件 什么都是房子 那我都受了 没工资 主要 主要就是 没工资行吗 没工资 那你看看你这人怎么样 就这样 我就想问大妈 你是咋做的 没钱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求南方包养 还底气十足 被千夫割包揍三十年 汉阳还是不长记性 大妈还想再通过日常生活 来分析一下这个大爷 不料下面的话可把大妈盯刀了 你会做饭呢 不会做 不会挑战 我儿子就来接我 我儿子就提前打电话 走 我都在那边等你 你打不打他 又擅着刮了 我给什么钱呢 二百五百 就给孙子 你说给孙子 都给他 合着我来了 他天天伺候你呗 你再给你孙子 儿子发钱 我跟你还能落下啥好处啊 这我得好好挑挑次了 我爱有个姑娘 那我能到这种定居 我去亏着 这儿子身上 大爷的儿子 到最后都不知道 自己咋无辜躺枪了 我说大爷 你平常拉的脸就算了 这知道带大妈来家相亲 咋不提前使刀使刀呢 我们说这两天来 你都不说不是 挺好嘛 这说啥呀 挺好啥呀 那你这眼光挺高的 这不就落蹦了吗 几个问题下来 让大妈很不满意 自己是想越过越年轻 和大爷在一起 只能越活越老 都是那开朗的人 一天就好像 八十岁老年人 太沉了 是不是像八十岁人 像六十岁 六十岁人 这么一天 霹雳霹雳霹雳霹 行了那就洒有哪了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更乖 紧接着红娘 又给大妈安排了一个大爷 李世荣六十五岁 退休教师年收入五个W 这大爷的体格子 就比上一个好得多 那说说说要什么条件 要啥自行车 只要那个心能走 想到一起 两个人走到一起 就是条件 问大爷想要啥样的 就是没有标准 其实这样的才最难找 总想着看看下一个 是不是更好 大爷大爷大妈说这话 都模棱两可 看来这俩人都是老江湖啊 但是大妈比大爷年长一岁 大爷这边又有啥想法吗 是不是照你大点啊 年龄不是问题 婚姻这个东西啊 年龄了 地狱了 国界了 都不是问题 在大爷看来 大妈身上充满优良美德 对于王大妈两段坎坷的婚姻 也是欣然接受 前一段婚姻是 一把心酸的 一段学的一事 后一段幸福生活 终于找到了 可是好景不长 这就是命运 我没有什么想法 人生六十多岁了 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 每个人都是有经历的 我说大爷你就直说 看中大妈的美色不得了 李大爷已经被大妈的气质 拿捏得死死了 接下来俩人就开始商业互捧模式 是我看一线啊 挺好的 多活活了 可以说 有吗 多好 他就活了 不会喝 麻将不大 不会麻将 那好 按道理来说 就大爷这条件 还有这三寸不烂制舍 找个比自己年轻十岁八岁的 还不是手拿把架啊 之前就有很多大妈 向大爷抛出橄榄枝 咱李大爷都给拒绝了 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估计是怕再不找个就没机会了 就李大爷这条件 拿下王大妈还不是妥妥的吗 现在两个字 不行就去掉一个不 行 说我看一线啊 大妈终究不敌大爷的套路 拜倒在他的肌肉下 两人决定私下交往试试 在回去的路上 大爷又聊了大妈以下 邀请大妈和自己一起多人运动 周六 虎步 上午九点 静越青鬼站 正常集合 这么帅 你这小伙 我都想 你都想这么了 我都想嫁给他 自己来 哎呀 我去这大爷也忒自恋了 看着自己帅气的照片 都想上去亲两口 一旁的王大妈也很有眼力加 把大爷夸得是四个眼睛了 这可真是硬了那句话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出了门这俩人就夸到了一起 这大爷就像那小媳妇一样 咱就不考虑一下后面的单身摄影师吗 哈哈看着气气也想谈一场甜甜的恋爱了 今天又是被老年人虐到了一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老铁别忘了给小老弟点个赞 关注七七不迷路 哎你闻闻闻啊